自打张继科事件被曝光后 接连三天的时间霸棒全网热搜 不论是文章还是视频 全网似乎都在讨论这次的离谱事件 张继科甚至还提名了体育界第一渣男的称号 除了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的爆料外 很多主流媒体也都纷纷加入了爆料行列 4月3号 北京日报转发了人民文语的一篇文章 针对张继科事件 明确表示 不要让女性成为话题焦点 此文已经发布 瞬间就被推上了热搜文语榜 标题显然有些不讨喜 但迷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官媒已经侧面实锤了张继科的一系列逆向操作 如果真像张继科的粉丝说的一样 想必那些造谣诽谤的营销号 早就被平台禁言了 而且拿斯密视频向景田索要钱财的债主 目前已经自首 当然了 狗仔们的爆料不能全信 但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张继科不仅是一个渣男 而且在娱乐圈早已臭名远扬 多名艺人对他的评价都不怎么好 在网爆出来的景田聊天记录截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张继科把魔爪伸向了身边的所有艺人朋友 钱有景田 后有袁珊珊 田亮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每次借完钱后都不了了之 与其说是借钱 倒不如形容成要钱更为贴切 任何一个曝光内容 其中的受害者都是景田 多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对其 有网友表示 如果景田可以早一点揭穿张继科的真实面目 也就不会后续这么多离谱事件了 随着话题的不断发酵 景田当年在王牌对王牌中的扎心发言 还被网友扒了出来 结合当年景田的发言 名演员都能听得出 其中的罪魁祸首正是张继科 2019年 景田与张继科分手之后 很少亮相于公众面前 而且只接了一部电视剧司腾收官史 还发长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直言是剧中的斯腾拯救了自己 结合网爆出的私密视频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景田会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了 等以为事情发展到原山山 田亮 景田这里会告一段落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关于景田的相关讨论还未彻底翻篇 金晨也被牵扯了进来 二人昔日同框参演的恋宗 更是成为了吃瓜群众热议的一个话题 无形当中 还掀起了一阵考古风潮 给人感觉讽刺至极 再次回看二人的同框画面 超过一半以上的网友都细心发现 金晨在节目中的表现 跟其他真人秀形成了天两之别 甚至可以用奇怪二字来形容他的举动 将喜欢跟不喜欢展现得淋漓尽致 情绪管理确实做得特别到位 原来早在2020年 金晨跟张继科共同受到了湖南卫视的邀请 参演了一档恋爱真人秀女儿们的恋爱说白了就是一个相亲节目 让观众更近距离地观察明星艺人们究竟是如何谈恋爱生活的 豆瓣评分客连到连几格线都没过 只有5.8分 参演的嘉宾当中 当时金晨跟张继科话题讨论量最高 二人初见面 金晨显得毫无偶像包袱 主动找话题get对方问他明天去哪儿玩 结果张继科却在镜头面前肆无忌惮地耍起了大牌 一脸不屑地回答 我不知道当打开一个话题就被结束 堪称话题终结者 呈现出来的画风简直都能尬出天际 看似不起眼的细节 恰恰反映出了张继科真实的一面 在女生面前 他向来都很自傲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人家是世界冠军客第一次跟女生约会 就穿了一件短裤 这对女生而言 确实有些不太礼貌 随后金晨对他的态度也很随意 吃饭过程中 毫无顾忌 把不为人知的一面都展现了出来 完全没有顾忌自己的淑女形象 除此之外 网友还翻出了某期节目的一个出圈片段 二人约会 心情本来很好 但张继科不按套路出牌 喊了一句沉沉在看金晨 表情从微笑立马就切换成了严肃 屏幕前的观众 从金晨的微表情中就可以看出他对张继科的不喜 当时有不少网友都在猜测 直言 正是因为金晨也在娱乐圈 早就对他这个人有所了解 所以才会在镜头面前表现得如此嫌弃 连装都懒得跟他装了 张继科在节目中 总以为自己的情商很高 其实不然 金晨随便抛出一个问题 就能让对方哑口无言主动发问张继科 恋爱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本以为张继科会走心回答 谁承想 随永远都比脑子快 只说了两个字 信念 这个回答看似很巧妙 谁则是在暗示金晨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对方 跟我在一起就必须要信任我 如果深度解读的话 就是网传中所说的扑傲 一旦对方不信任他 就等于不爱他了 金晨也不负众望 再次追问 对于恋爱相处有什么感觉 此时张继科彻底打开了随意模式 十分不耐烦地表示 男孩子应该主动一点 金晨又问他 是不是喜欢黏人 会撒娇的女生 张继科只回答了一句 我受不了 由此看来 张继科喜欢的女友就很好理解了 既要不黏着他 还要对他百分之百地信任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单纯的女生 凭什么要跟他恋爱呢 难道仅凭他是一名乒乓球世界冠军吗 经过一系列互动真人秀后 金晨最终只给张继科打了60分 勉强刚过及格线 主要还是因为这是一档综艺节目 不想让张继科太过于难堪 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 可能金晨早就拉黑他了 而从头到尾都在观察他们的金言杰 金晨的父亲连几格分都给他 只给出40分 从老爷子的表情中就能看出来 始终对张继科的印象都不怎么好 话说到这儿 张继科在拼弹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顶着各种荣誉 但在恋爱方面一直都不成熟 严重缺乏对女性的尊重 跟他这种自负的人恋爱 女生就必须要迁就他 这次因个人的骚操作牵连多位女性 即便没有网传的那么夸张 张继科都很难重新洗白了 从世界冠军到体坛渣男张继科 仅用三天的时间 他的翻车足以载入文与史册 不知道大家都如何看待张继科的 这次翻车事件呢 这种项子 这个军词